其中一個婆婆的經歷 其實我也挺不開心的 她搬進來的時候是中秋節 那天她想開槍跳樓去死 但槍開不了 她說得很淡然 你會想究竟天上有多少位這些老人家在裡面 阿阿和欣賜這兩個80後是中學同學 兩年多之前 她們開始參考美國一個Facebook專頁 拿起相機 走入社區 了解街坊的故事 跟她們拍照再擺上自己的專頁 天水為人 自己一直在大 看到這個地方其實一直在變 覺得應該要記錄低 為何做天上人這件事很大的關鍵 就是一個地方不可以用一至兩個形容詞去歸納 例如外面的人或傳媒都經常說天水為悲情城市 我們可能都會想讓外面的人看到 其實天水為也不僅只有這些 其實天水為也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我們記得第一次跟街坊聊天是很緊張的 怎樣開始 怎樣說 然後就不管了 衝過去 然後就開始了 找街坊聊天的成功率其實都高 但是吃檸檬的也不少 老人家之外 就好看她自己有沒有一個目的地上去 很悠閒地坐在公園 通常可能都可以的 我們曾經開玩笑地說 就是要訪問天水為的三十多萬人 才是這個說笑的衝擊目標 今年年頭 他們用在里大贏的十萬元社創基金 開辦社區學堂 找了之前在街上認識 又身懷絕技的街坊 做不同興趣班的導師 我們希望可以聚集他們 然後幫他們做一個平台 做到天水為人 教回天水為人 對於很多區內的基層來說 其實你要出去學習 出去玩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交通費已經佔據一定的成本 我們希望那件事可以在區內發生 我們搞四區學堂都會收學費 但其實主要我們的學費 都是返回營運上 譬如是導師的費用 長租錢 我們都不是從盈利的方向去想 假設真的我們資金用完了 再不能支撐我們 給場地或者導師錢 可能沒有錢就沒有錢就搞法 下區跟街坊聊天 可能幫我們拍照 其實我跟這次都覺得 這件事沒有什麼成本 即是我們成本就是時間 只要我們有時間 就一定會做這件事 《飛行城市》這個名字 都聽了十幾年 我覺得是時候大家要撕掉它 而我們看到其實天水的地方很大 有很多可能性 無論是街坊也好 這個地方也好 都是的 按下鍵按耳 進行心水內容 按下鍵按建議 看什麼我決定 選擇 funded 你們要選擇